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卢秀芳 这一阵子呢 如果要问全台湾有哪一位教授知名度最高 答案就是都教授 没错 这位来自韩国的外星人都敏俊 韩国流行文化呢 这几年靠着优秀的影视作品 强势的席卷全亚洲 以这档偶像剧来讲呢 不但粉丝们借着网络 每周呢跟着韩国同步追剧 而台湾几家这个主要的新闻台 每天也不断的做出各种讨论 而万一不小心泄露剧群的话 还会被这个观众骂得满头包 而如果我们以为这股寒流只在台湾 那就错了 在大陆一样的造成了相当的轰动 到底什么样的文化和原因 让韩国的这个流行影视有这么大的魅力 而韩国人是如何办到的 在今天双城记 我们两岸就共同来讨论 跟面对这个现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王清源 我是曹锦馨 曹老师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最近有一股强烈的寒流袭来 这个寒流呢 应该说是一部电视剧 叫《来自新兴的你》 红遍了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 也红遍了亚洲 之前呢 像韩剧演员当中的李明浩 登陆央视村晚 也成为央视村晚当中一个轰动的环节 而且现在呢 这股寒流不仅仅是表现在韩剧和韩星大热 我觉得它也带动了韩国的文化 韩国的明星 甚至是韩国美食的风靡 对 最新年来呢 这样的这种情况 可以说对中国 中国大陆 甚至亚洲 是影响很大 韩流已经一波一波了 不止一次了 而且韩国的娱乐业的产生影响呢 也确实是越来越壮大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很喜欢看日剧 也很喜欢看台湾剧 还有港剧 对 而且这个我们知道台湾呢 也是娱乐产业相当发达的一个地区 曾经它是一度掌握了华语娱乐市场的话语权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它的影响力 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我刚才说的不只是台剧 台湾的这个包括香港剧 港剧在粤语的这个 TVB剧 但是现在也是影响力不那么大了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好 秀芳请介绍一下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嘉宾 好 没错 这个韩流也去到台湾 把大家吃的这个七荤八素 之前这个都教授来 这个机场就挤得这个水泻不通 好 我先介绍一下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有这个资深制作人宁一文 一文好 观众朋友好 媒体员姨乃金 乃金好 大家好 还有媒体员许盛梅 媒体员姨乃好 大家好 媒体员姜中博 中博好 秀芳两万块钱票大家好 刚才秀芳也提到说 这个韩流影响有多大 他这个都教授到台湾是万人空向 这很多年轻人都拥过去 其实我们知道在上海前一段时间 正好有一个见面会 对 就是那个都教授来跟粉丝见面 结果您猜猜他那个票 炒到多少钱 两万五 就是钱牌票 我知道 两万五 两万五人民币 这个秀芳你能 为了借一下 你能这个想象吗 两万五千块人民币一张票 就为了见都教授一面 那个场面 我想起有点像五十年前 那个Peters到美国 所造成的那种疯狂 比如说 有的女青年从外地来 她为了见一见都教授 见见这个演员金秀贤 对吧 叫 对对对 金秀贤 我还不太熟悉这个名字 结果她打听她住在哪个房间 哪个饭店 哪个房间 然后就在她隔壁这个房间 把她租下来 一个晚上三千块 然后就为了见她一下 结果见了她上电梯的那个两秒钟 在两秒钟 然后她觉得也许也是值得的 所以这种状况也是 在中国来说 在内地来说已经是 可以说是疯狂 在某些观众当中 甚至还有一个消息 我昨天知道 有一个整容的一个医生 他的朋友打电话 他说你能不能劝劝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已经办好了韩国的签证 他们几个同学都要去韩国 要整成都教授那个样子 所以这类事情在上海 这两天已经是成为一个现象 我成为我们新闻人士 把它作为现象 对 现象 而且那个见面会的那个场地 据说它好像是晚上是见面会 但是一大早开始就全是人 就大家都在那里等 哪怕等个十几个小时 能够第一眼看到都教授 有好多是拖着旅行箱的 就是从外地来 刚刚从机场或者火车站赶过来 是 好 那修芳介绍一下 在台湾的时候 都教授有什么样的 受到了什么样的礼遇 那首先先请教一下 这个盛梅跟乃金 你们两位这个女性 对都教授可以免疫吗 乃金选说 我觉得都教授 我觉得都教授这一次 在这个戏里面 他确确实实发挥了一个作用 因为事实上 这个女主角的年纪 是比她大的 然后在这个荧幕上面呈现出来 其实看到的是一个手女 亲手女 跟一个长得非常的帅气的 一个帅哥 我觉得这个部分 满足了很多师奶的心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操作上面 可能不是一开始 他们特意的去营造那样的气氛 可是却有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这点还蛮高明的 对 盛美 可是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都教授事实上 她有很多很多的元素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疯狂的一部分 比方说她的发型 对不对 比方说她的穿着 还有她那个富丽堂皇的家 我必须说 因为我也得了都教授依赖症 而且这个病 我其实是病得蛮严重的 我本身很喜欢看戏剧 我想两岸三地 所有的戏剧节目 我都不错过 当然韩剧我也非常喜欢看 我本身也算是韩饭之一 但是有关金秀贤 她演的所有的剧我都看过了 包括之前的拥抱太阳的月亮 到现在的来自星星的你 那刚刚还提到韩国的电影 伟大的隐藏者 我也看了 还有我们台湾翻成神偷大劫案 那当然刚刚秀芳提到了 来自星星的你 它是一个很多的元素 放在一起之后 爆发成一个韩国的热潮 它的热潮在于 刚刚我们还聊到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次金秀贤的亚洲巡回 他先到上海台北然后到了香港 刚刚还提到在上海很多人想见到他 两秒钟要多少钱对不对 香港这一战更惊人 因为他是四月初要到香港 邀请他金秀贤到香港的精品公司的老板 他的女儿想跟金秀贤吃一餐饭 那就问了金秀贤他们的经纪公司 跟这中间的公关开出的价钱 各位一千万人民币 一千万人民币 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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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大概四千多万台币 那你们会觉得这样有人会去吃吗 还真的有 因为听说当天的这个饭局 有十个人可以参加 所以你今天的造型是千松一造型吗 其实我今天穿的就是韩国的服饰 你入戏很深啊 非常深 我这个都教授依赖症 我希望都教授能够帮我解答 好像现在也难以解答 但是我想问各位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因为生活很无聊 生活很空虚 刚刚乃婧也讲了 可是在这个戏里面 你看到这样一个女主角 她有一个外星人 随时帮她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 你看得挺开心的 这个戏要结束之前 好多人开始失落 沮丧空虚了 为什么都教授去哪里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寒流的影响 这个影响还真的很深刻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她是一个东方版的超人吗 而且你看又长得那么奶油 对不对 像个雕像一样 我觉得你形容东方版超人满像的 对 而且她也满足了很多人的想象跟欲望 我觉得这个就是戏剧的 戏剧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她为什么会那么的震撼到这么多人 所以我刚才听盛美讲说 为了跟她吃一顿饭 要花一百万人民币 这个之前的时候 这样其他真的是小儿科了 因为她要到台北 然后很多的在香港的一些朋友什么 他们已经买不到那个票了 所以就来托我说要买那个票 我想说谁啊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后来这都太晚了 就等到你提出来说 你要去买那个票的时候 早就都已经秒杀完了 怡文你自己是这个拍戏的 这个制作人 你来分析一下这个戏 为什么这么红 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偶像剧 其实蛮多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组合 这样的一个情节 就会红成这样 我想大家都在谈这个 来自欣欣的你的都教授 可是他应该是一个一时的现象 他不会是一个常态 那这种风鸣的现象 如果长期以来 就我们拍戏的制作单位来说 他不是一个长远发展的常态 那我觉得还是会有 像之前有一个叫做 大家熟能详的叫做 加倍奉凡 伴扯直述 可是他的喷发力很惊人 是 一时的 我觉得是一时的 那现在我们就电视环境来说 我们应该要走一个 更远更广的路线 像中国大陆 现在一直在拍一些 很经典的历史剧 那他们对于这个东西 有国家的支持 那韩国其实他们也是有 国家跟企业的支持 所以他们可以把 他们的戏剧做到博大精深 比方说 他们在戏里面 他们讲到大肠经的时候 他们会把很多有关于文化 吃的文化的东西 很细腻的放在里面 可是中国我觉得有更好的人才 台湾有更爆发的想象力 应该会在这方面 这两者之间其实可以 并行不备的 那你说的历史剧这些 它是比较厚重的 它是比较经典的东西 但是像都教授这样的 它是一个流行文化 我们说流行文化 当然它可能不会那么的长久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 能够引起这样的轰动 而且它毕竟捞金 它挣了这么多的钱 我觉得这个文化现象 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 都教授这样一个戏剧人物 我们之前看的很多偶像剧 什么言情剧 都是主人公讲这个爱情故事 我觉得还是蛮正常的 但是这次来了个外星人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外星人上 他不是一个地球上的人 所以他满足了所有的地球人 所有的想象 都集中在一个完美的人身上 满足了观众当中的主体 电视剧的观众主体当中 师奶 女性 也不只是师奶 可能从年轻的女性 他们看到的一种爱慕的对象 从中年或者更年纪大一点的 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母爱的 加上 这种都有 所以就是老少通吃 这样一个角色 甚至我现在发现的 就是不只是 现在男性也在看 男性也在看 有男性在看吗 不只是就是年轻男性在看 我说小孩在看 大学生在看 我问过 我新华大学同学 我说你们看吗 男同学 男同学也看 男同学会看吗 男同学也会看 他们要知道竞争对手是什么 是竞争对手是谁 还有 不能不看 还有说老头也看 刚才我问了我们的 东方卫视的同事 他说他们在那个看到 那些去学校 小学门前 幼儿园门前 接孩子 接孙子的那些 祖父祖母 还有外祖父什么的 他们也拿着手机在看 也在看 消磨时间 对对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寒流 现在到底在两岸有多红 对 中国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万人空向的场景 对 最近 来自新兴的你 大家都知道是金秀贤 可是呢 就像我们刚刚制作人 宁先讲到的说 哎呀 这个有时候呢 就是火就火那一阵子 所以之前 其实真正火的是 继承者们 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继承者们呢 当时呢 他的这个男主角呢 来到了杭州 他到杭州的时候 各位请看一下 那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 示意图啦 那我 我请观众朋友 在看这示意图的头时 我讲 你知道他当时 在到杭州的时候 他为了要清明啊 他就没有走那个VIP道 就因为他没走VIP道 完了 工作人员真的被他吓翻了 因为所有的影迷 都为了要能够跟他 近距离的接触 就是把整个杭州机场给挤爆了 然后呢 五分钟的路呢 说走不出去 走不去就算了 那现场呢 还上演全五行 因为粉丝跟粉丝之间啊 可能会觉得为什么 你跑来我前面啊 然后就这个 摔得鼻青脸肿啊 打来打去的都有 你就看到 因为韓星 他一旦到了大陆去造访的时候 可能啊还没有入到国境内 只是在大陆的机场呢 就已经水泄不通了 那另外呢 像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这个金秀贤 那金秀贤呢 他这次去上海 跟这个粉丝见面会 那一张票卖到了 您刚刚提到说 两万五千块人民币 那我来讲讲台湾的情形好了 因为之前刚好呢 这个我有朋友啊 也很希望能够买到金秀贤的 这个跟粉丝之间的这个见面票 没想到呢 他是一个多月前跟我讲 就说哎呀 我这样够早提醒你了吧 钟伯 你一定要能够把我弄到这张票 可是那个票是秒杀的 那秒杀就算了 我又去拜托了所有的媒体 或制作单位说 有没有人呢 可能有保留票 结果呢 他这中间的这个联系的人 告诉我什么 他说 你知道这个见面会是谁办的吗 是某某 他就讲了一个某某人办的 除非你是他女儿 或是你是他儿子 不然免谈 那个某某人办的 我想盛没知道是谁 对 OK 那你从我一开始讲这些 包括金秀贤啦 或者继承者们的男主角啦 就是这个 李敏昊 他们这些人 光是去就这么红了 那有没有想过 这个电视剧里头 主人公红就算了 就连他们 一清方泽用过的东西都红耶 这个 这实在是火到变态吧 我举个例子 像之前也是一样 在星星还没上影之前 想你 怡恩惠她用的这个 有没有 她叫咬唇妆啊 我不知道咬唇妆是什么 修芳你知道吗 什么叫咬唇妆 当然你先讲完这个 我们女生有话要讲 比你专业多了 OK 好不管 反正咬唇妆呢 就这个就热卖 你看啊 同款 同款 我是不知道是一模一样 还是山寨 但是反正同款就大卖 那来自星星呢 你就更不用讲了 你只要去那个淘宝网 你输入了 来自星星的你 空格同款 签送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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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过了吧 那金元我请教你 你上过 但你有去算过 会跑出几件物品吗 我算过 十一万件啊 就输入这七 来自星星的 就输入八个字 他就跑出十一万件 好 一样他用过的唇膏 那因为来自星星的 你我也有看 我告诉各位 不止 包括呢 他从头到尾 身上从头到脚 穿过的衣服 有人就戏称说 他穿的那个欧洲的品牌的 从A到Z都穿过一遍了 剧中有一幕 大家 看能不能挑起你们的记忆 他不是有一幕 他开他的车去学校 要去参加都教授的考试 他开着他的红色敞篷跑车 他的包包 是不是挂在那个照后镜上面 去加油站的时候 他被人家提醒包 对 一个特写 您知道为什么 要有这个桥段吗 他就是要献那个包 给观众朋友看嘛 你从头到尾 不就看到那个包 也看到那个车了嘛 所以中博 那口红我打断一下 我知道盛梅你就买了 对不对 他的包跟衣服 我买不起 我问过了 但是只有口红 我买得起 但是他这款口红 在韩国已经是限量 买不到 我只好找同样的颜色 所以我今天擦了这个 有点橘色的 也类似千送一 但是之前你们说 咬唇妆的 尹恩惠的 红色的 我也买了 台湾买得到 因为你总希望 自己可以跟这个女主角 是一样的纯色 所以那段时间 尹恩惠的大红口红 桃红的口红 在台湾已经都是抢翻了 现在几乎就买不到了 因为你透过这样 你会觉得自己 跟这些主角的距离 是近一点的 所以创造了新的名词 它叫咬唇妆 它不是画的全部都很红 它里面红一点点 好像很自然 这个女主角欲言又止 咬一下有什么事情想说 又不敢说的感觉 对不对 很暧昧 秀方已经抓到那个 这个精髓在那里 其实现在在上海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上海有一条街 这条街在上海的西区 以前是韩国人 比较聚居的一块地方 那在这条街上 以前开过一些 比如说餐馆 这个什么 卖衣服的小店 或者酒吧 咖啡厅 以前没有那么热 但是自从这个电视剧放了 因为电视剧里有一个桥段 这个女主角一有压力 一不开心就吃炸鸡和啤酒 炸鸡和啤酒 那么在这条街上 据说那个炸鸡店 你想吃到它的炸鸡 起码排队两个小时 而且另外呢 在这条街上 还有一家咖啡厅 曹老师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咖啡厅 我到现在没有想明白 据说呢 那个咖啡厅 跟某个韩剧是有关系的 但是为了买一杯咖啡 它能等三个钟头 那个就是排队 排三条街之外 不就是一杯咖啡吗 排的时候 我就是到现在 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一杯咖啡 没有这些感受吗 要排那么久 而且那个啤酒加炸鸡 对吧 这个这点对最近的那个 家庭行业 特别是鸡腿行业 确实有酒 因为前段时间 因为HCN9嘛 大家吃鸡可能有点怕 但是没问题 韩国的来了 然后呢 大家吃炸鸡炸鸡腿 好像都没有什么顾虑了 所以一文怎么看 这个炸鸡跟啤酒 已经不只是炸鸡跟啤酒 它代表一种符号了 对不对 我想我们在戏剧里面 很多的包装 但是这个包装的过程里面 它如果是一个国家 它要推动戏剧文化 那它的产品跟它的企业 有结合的时候 它当然要有一个代言人 那我觉得他们把代言人 在戏剧里面做得非常好 把它推上国际 变成一个国际的代言人 对啊 你看不止什么皮包啊什么的 你没发现这个女主角 这个动不动去秀出她的手机 对对对对 还有她很漂亮的家电 还有手机里面的LINE 她都跟这个外星人 用LINE在通讯嘛 对不对 全部都是含火 我想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大家都看过星星 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很特别 因为她是一个大明星 女明星本来在全世界 她就是带动这个 所谓时尚潮流的一个指标 那因为她这个剧 会那么打动人心 是因为她写出了那个女明星 台上跟台下两个样子 台上她可以很矫情 但是底下她又很可能很现实 或者是很讨人厌这一幕 所以你会对这个角色 有很多的投入 投入之后 尤其这个炸鸡配啤酒 很多人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吃 像我自己本身是因为 每一次她要吃炸鸡跟啤酒的时候 都是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她觉得她要抒发压力了 因为女明星每天都只能吃半颗的白菜 好辛苦的 所以当她要吃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情绪要宣泄了 那就打动很多人的心 因为你生活当中很多压力 你会觉得你吃了炸鸡配啤酒 你也可以宣泄你的压力 因为你想要看 炸鸡跟啤酒的热量都不低 所以才是宣泄压力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知道 台湾有几个鸡排的品牌 什么排什么排好像有品牌 炸鸡啤酒好像没有什么品牌 中国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个炸鸡和啤酒的问题 我研究的是 那为什么女主典要吃炸鸡 其实呢 这出现在她的这个影集里头 她最主要是因为呢 下雪了 下雪 而且是出雪 这个出雪啊 人家都教授 就是都敏俊看到 她是想到她四百年前跟她之前那十五岁的爱人 出雪的时候 对方那个小女主角讲了说 哎呀 出雪就可以讲谎话 所以她就跟这个都教授告白 四百年后的 这个已经跨越时空的这小女孩长大了 就是变成千松一 没想到镜头到她 我还以为她也会讲出什么事情 画意的话呢 没想到她竟然讲 初雪 怎么没有 可以没有炸鸡跟啤酒呢 然后陆陆续续她也念了一大堆的韩国美食啊 这样子 好 炸鸡 美食 啤酒 很红咯 而且呢这剧中还有一段 是她跟她的这个姐妹涛 有没有 她跟她诉苦啊 说别人的死跟她无关啊 到了餐厅 她在郁闷的时候 她又点炸鸡跟啤酒来吃 一部戏 我记得我在看到第一集的时候 女主角曾经在课堂上 跟都教授讲一句话 发人形思 她说 你每天都在讲那些历史啊 亚洲为什么连在一块啊 教授 其实就是因为寒流啊 这是她跟都敏俊讲的话 我乍听之下 我非常不以为然 可是 却看到了韩国人的企图心 你看喔 剧中的景点耶 秀芳 南山塔 我以前我个人 孤陋馆我都没听过 原来在首尔有一个不高 200公尺的南山 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 首尔的夜景 他们在里头去过 所以大家都去 还有一个情人锁牆 情人都在那边放上锁 小法兰西村 我个人就去过了 其实呢 我坦白说 我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呢 他在那边 就因为他们在那边 打个嗶 打个kiss 现在很多人都要去那 在这个角度 打嗶打kiss 所以 他们啊 我要讲是 他们所引起的这股旋风 这股潮流 他们自己叫做寒流 很多人的确呢 也都会跟着他们来仿效 因为他们崇拜他们这里头的偶像 那这就是刚刚晶元讲到洪泉街 洪泉街 这家烧烤店 下午 2点才开门 早上午 大概11点多去拿号码牌 2点才可以吃到 如果是下午2 3点拿到号码牌 你就等8点再吃吧 如果是下午4点拿到号码牌 您等宵夜11点再吃吧 排队排成这样万人空巷 看到了都敏俊一定要拍照 有一对情侣去那边 正要拿手机出来拍的时候 女的发现手机没电了 她臭骂她男朋友 她说 哎 来这儿 你给我手机没电 请问来这儿不拍照 不传微博 不传微信 我还能做什么 你就知道洪泉街在金元的眼中 您啊 还没有像他们那么哈呢 整个剧情 如果说我们要用三言两语把它讲完的话 听起来是蛮愚蠢的 有一次我女儿 因为她看到这个电视广告 我女儿12岁 她就问我 妈这部戏到底在演什么 她没有看 那我想怎么跟一个孩子讲呢 我就说这样子 有个这个女明星 她爱上了一个外星人 结果呢这个外星人呢 在保护她的过程 本来不喜欢她 后来也爱上她了 但是时间到了 外星人得回去 这个女主角依依不舍 两个人就很难过 我女儿听到这里只说 啊 这么蠢的剧情啊 也能够红啊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剧情 但是我们看到她 之所以红有她的道理 她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元素 还有非常多的工业在撑起她 我觉得从这个 台湾戏剧的角度怎么看 当然我们看到 她很多镜头 很简单 没什么意义 但是她就可以把那个气氛营造得很好 另外她的画质也很细 对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 这次这个戏 她那个 这个红的那个能量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 这也并不是说 寒流的剧里面呢 第一出这么的 这么的红 先前的时候 其实像刚才 宁提到的是 不管是大长经也好 像宁文提到大长经 或更早期的 像名城皇后 她都也引起很多的风潮 可是因为杜教授这个戏呢 她是一个流行文化 而且她这流行文化涵盖的层面很广 以前早期的时候 像这个杜教授的经纪人 就是裴永俊 他们那时候拍那个冬季炼歌 对冬季炼歌呢 也是引起很多的风潮 很多的台湾的 这些非常爱这个裴永俊的人 就跑到这个冬季炼歌里面的这些剧情里面去 去游览 去游历 我觉得韩国在促销他们的这个流行文化上面 是非常有一套的 关键就在于是 它让所有看的人呢 他很自然的去接受它 因为有一些的这种置入性行销 很明显你一看就知道是 它是在置入的 那个观众就会产生一些排斥感 然后现在又加上网路的这些采买 完全就是没有国界的 所以使得这些的商品可以这么通行 上面我不知道怎么开业 韩国的他们的这些业者讲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讲出他们的心声 他们好喜欢这部戏 因为过去几部 韩国比较流行的卖的这个戏 都是比较苦命的 或者是说比较小家碧玉的 一些男主角 女主角 所以都没有像这一次 一个大明星 他可以所有高档的衣服都穿在他身上 对 就是说现在的韩剧 好像跟以前是不一样 我们以前记得那 我也看过大长间 也看过蓝色生死恋吧 这个好像是叫蓝色生死恋 就是好几年以前的韩剧 真的就是哭哭啼啼的 然后就是让你这个情绪 看完以后很郁闷 很虐心的这种电视剧 但是这部戏我就觉得很扬眼 就是帅哥 美女 然后任何的包装都是很精良 然后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 简直就不是在地球上 能够发生的故事 像这样一个东西 看完就让人很开心 那我想问问制作人看 你觉得韩剧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他在内容上的这样一种变化 或者在包装上的一种变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改变 他们是怎么想的 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 而且怡文我注意到了 我们看到这个韩剧 大部分就16到20集 它不是很长 我们看到像大陆《甄嬛传》 什么70集 80集等等 那么现在他们有很多戏 都是讲求轻薄短小 而且他们制作方式也很特别 比方说在开播之前 他可能只拍好6集 然后其他是边拍 那么边看观众的反应来改 你喜欢哪个角色 哪个角色的时间就拖长一点 它也影响到你这个广告商 广告商可能发现 什么样的商品讨好 在收视的这个点上 什么时候会跳 他就来置入那个环节 所以他的整个计算是非常精密的 我想韩国人非常的团结 在1995年金大宗 他的竞选政见里面 他就要文化立国 所以他提出来要1%的国家总预算 要画在这上面 那么到1998年 他正式宣布文化立国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种文化 跟经济的一种侵略的手段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那其实韩国人 我们也能 我们其实在 大概距离现在25到30年以前 台湾已经是亚洲的戏剧王国了 其实不是他们在进步 是我们在退步 他们的想法非常的自由 像如果我们今天当制作人 我们今天到任何一个 在台湾的电视台 你跟人家提案说 我要理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 会看到鬼 电视台会告诉说 你才见鬼了 你告诉她说 我要演一个 从外星来的男人 爱上一个 他也会告诉你说 这种东西是 所以他们 真的吗 台湾电视台的高层 有这么的封闭跟僵硬吗 有吗 像以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是有的 是没有安全感 对 大家会觉得说 这样的话好像收视率不好 我们的收视族群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现在我们在台湾有所谓的长寿剧 他们以不断的重复的剧情 重复的桥段 可是这我觉得把台湾的戏剧人的创意 通通给抹杀了 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赞成 我们任志作刚刚提到文化侵略的这个部分 我想小小讲一下 就是其实这几年 他们也用音乐在世界各国做文化的侵略 我们都知道新世纪不可能有战争了 国家跟国家之间比的是什么 是软实力 而韩国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 这几年登上全世界舞台的有一个团队 你一定会清楚少女时代 你一定知道Super Junior 那他们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李秀满先生 他当年成立了SM娱乐经纪公司 他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到美国去留学 他组了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 他是其中的团员 他当时想过一个问题是 提到美国的音乐 你会想到谁 你会想到猫王 Michael Jackson 这个是全世界都听他的歌的 都受他们影响的 那李秀满当时就问自己 我们韩国有什么东西 是全世界的人想到的时候 会想到韩国的谁谁谁 没有 所以他当时成立了这个公司 公司的时候 他是有企图心的 大家会发现 光从音乐来讲 他们现在很多团体 用的是英文的名字 EX 现在那个吴亦凡 在大陆的这个亚洲男神 票选是第一名 类似这样 他的副歌选的是英文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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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很简单 少女时代 你只要啾啾啾就好 你只要会发音就好 为什么 他要引起你的共鸣 那我们再来讲韩剧 这个更惊人 因为从早期的李英爱的火花 讲的是外遇 到浪漫满屋 宋慧朝跟苑 讲的是年轻人的同居时代 到拥抱太阳的月亮 这个金秀贤演的是朝鲜王李轩 你很惊讶是因为 我看了这个拥抱太阳的月亮 这个朝鲜王幾百年前 他问他的妃子说 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他的妃子说 我正在念韩妃子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侵略了 他正在告诉他们的年轻人 韩妃子不是我们 中国的老祖宗吗 那你看这个 陈军管绯闻 他的这个主角 是JYJ的蒲又天 韩国人厉害的地方是 他找非常年轻的偶像 来演历史剧 这在台湾是没有的 历史剧多半都是 比较年纪资深的艺人来演 他找年轻人来演 陈军管绯闻我前后看了五遍 这一个剧非常古老 讲的是以前他们的大学 各位 他们三不五时都在念什么 念我们孔老夫子的论语 子曰什么什么什么 我令人瞠目结实 是觉得不对吧 孔老夫子也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他们放在他的这个古装历史剧 而且是用偶像剧的方式来包装 所以即使我本身喜欢看韩剧 我喜欢看韩国电影 我听韩国流行音乐 可是我会去思考 这就是一个侵略 也是一个攻略 但是他这个策略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功课是 我们能不能也做得到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有位文化部长 他曾经很清楚的就讲到 他觉得说这个十九世纪呢 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世界的这个时代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是经济 那么二十世纪是什么 当然就是文化 特别是在一九九七年 他们爆发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就开始整个思考这个产业的转型 在那个时候 他们有了一个这个文化产业基金 开始定调呢 把这个文化作为这个国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立国根本的这种产业来看待 当然但是宁制作 您刚刚讲到一个 就听到我们会觉得很伤感 没错 台湾曾经有过一片荣景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戏也好 台湾的歌也好 那么在亚洲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 曾几何时 我们开始这个 开始被边缘化 开始没有办法抵挡 寒流也好 大陆巨压等等 就好像台湾人的戏剧文化的人才到哪去了 抱歉 我必须要很诚恳的说 我们自己是媒体人有些时候 有点自甘堕落 所谓的自甘堕落 是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抄袭 跟着别人的脚步在走 我们永远不敢走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放弃了我们原来固有的 我们在台湾在三十年前 如果二十多年前 你在台湾没有播过的戏 你在世界上 在亚洲很难卖的 那为什么以前敢 现在不敢呢 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媒体 已经太多了 所以很多的媒体 它都已经要变成是 我只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硬体的贩卖者 我租个专柜给你 然后我要买你的东西来播 我比较没有自己的创意 跟自己的一个永久的 想要制造一些很多 属于我自己版权的东西 因为现在的媒体人都去看韩剧了 比如说今天来的乃金啊圣美 都是被都教授 他们都中毒了 所以这些媒体人 已经被这个韩流通化了 但是我想 您制作啊 就是我想我提的 也不只是媒体人 而是我们的电视制作人 比如说我们和韩国相比较 我们现在拍一集电视剧 我们能够投入多少 他们能够投入多少 而且他们背后的团队 关于这种整个从剧本的创作 一直到后面的营销 他们的整个团队和台湾比 或者和大陆比 他们是不是就占有比较大的优势 才可能出现这种产品 以台湾的制作环境 跟大陆的制作环境来说 我们不会输给他们 可是我们就是背后没有支持的力量 好比说他们是整个国家 是他们的企业 在背后做他们最大的资助 所以制造出来的东西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他们想法会把他们的文化 那么在古装记里面 你很清楚看 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文化放在里面 那我记得很久以前 有一部叫做太王四神记 这是裴永俊主演的 他的制作的条件 各方面都是非常优渥的 可是我很佩服我们 中国大陆的政策 就是不让这部戏进中国 因为那个文化是属于我们的 你不能剽窃我们的文化 然后我们还跟着你兴风作浪 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团结 包括国家的支持也好 产业的支持也好 我觉得回到根本 可能还是一个经济 一个钱的一个问题 当然台湾 因为我们看到这十年来 这个经济是往下走的 另外在过去 我们看到台湾做一档戏 做一档节目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那个比例事实上是在往下调的 但是电视剧呢 特别是一分钱一分货 不管他的画质也好 他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化妆也好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剧本呢 包括你看他随便一个接吻的镜头也好 我们这样拍 人家是三百六十度这样拍 他们请来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制作团队 在整个过程造就了他非常细腻的这个环节 中国的这个制作单位 对于韩国明星的打造 他已经到了一种无孔不入的 这种苛刻的地步了 就是你一根头发丝啊 一个衬衫的领子啊 或者一个衣服有没有烫好 他就时时刻刻在注意这个 那么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内容 或者编剧在这里面还起多大的作用呢 包括刚才秀芳讲他女儿在看这个戏 没有看过这个戏 你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情节的时候 他会马上跟你讲这么蠢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大家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人 在重视这个剧本本身的质量 就是你故事究竟讲的好听不好听 已经不重要了 我就是看人好不好看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非常厉害 行销也非常厉害 他有一种叫饥饿行销 就是包括像金秀贤跑到上海来 跑到台湾来 他控制那种见面的票子 非常成功 他让你引起疯狂 让你引起马上议论 我们媒体就会报两万五一张 两万五这个数字出来以后 会有更多人觉得 哇 这么厉害 真的不得了 然后对他的产品的 产品也控制限量版 这种饥饿行销 引起的是第二波的更加热的 所以我觉得韩曹 不是一个单单就是一部电影 一个电视剧它就可以形成 而是它已经形成了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生产过程 对 那曹老师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台湾的电视剧 因为今天正好台湾嘉宾在 而且有个台湾制作人在 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以前看台湾电视剧 我印象比较深的 其实是琼瑶系列 那时候琼瑶系列还有 就是像台商早期来的时候 他们会注意到 大陆现在对台湾的电视剧很迷 也是星星剧 当时有一部叫什么 星星之我星 现在是外星人来自星星的 对 都是星星 像琼瑶剧也好 星星之我星也好 我觉得当时编剧还是很尽量 它有一个很成熟的 或者是一个很有积淀的 这样一个本子在背后做支撑 而不是说特别大的关注在 主角好不好看 或者他的装漂不漂亮 穿什么衣服 对当时的大陆来说 都已经超出了大陆的这种 对 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看 包括之后 在前几年 台湾也曾经有这个帅哥阵容 F4 有一个叫流星花园的戏 当时也是风靡大陆 大家也很喜欢看 那个是台湾的一个流行剧 或者是偶像剧的一个 顶峰的一个作品 那我不知道 我想问问制作人看 现在你觉得在台湾 你们现在拍些什么戏 然后当年的这种风光 还能够回来吗 当年在台湾有非常多 筷子人口的戏剧产生 可是那个时候的拍戏环境 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 把一整套剧本能够完成 大家有非常一个统一的理念 跟概念 拍戏的环境 拍戏的方式 已经有点像电影的方式在拍摄 现在的台湾 我想这样的戏剧还存在 我们现在正在拍的戏 也是用这种方式在拍的 你必须在一个理念里面 完成一整套剧本 跟一整套的戏剧创作 可是现在台湾可惜的就是 在台湾我们有所谓的长寿剧 这长寿剧有时候占据了很多的版面 那很多的观众也在看 但是它就是在大概已经有流行了 十八年二十年的时间了 有有有 那之前其实在二十年前 台湾的以八点档的连续剧来讲 它的制作费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可以到一百八十万一集了 台币 台币一百八十万 可是后来有出了一个叫做 金氏媳妇 那那个戏就是禁棚录影 禁棚录影然后搭布景 其实那已经是倒退了三十年的现象了 但是这样的情形呢 却不断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戏里面 就看不到比较大的场景 比较精美的布景那些都看不到 很难做到 那其实在很久以前 台湾拍戏有政府的支持 你要飞机大炮坦克车都可以来的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它的主旋律 是台湾的政府要支持一种 所谓的宣传 一个国家的制度 可是后来也是被媒体人自己搞坏了 为什么 因为飞机大炮坦克车一来变背景了 然后演的就是一些 小兵追福利社的女生 然后反而会变成把我们国君的形象 给破坏掉了 所以这有很多的原因 跟历史的轨迹 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现象 我不认为说 台湾是处于一个烈士的状态 是台湾的文创跟创意 在整个亚洲地区 我认为数一数二 所以刚刚金元提到的这个流星花园 也是我特别要讲的 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讲 韩国剧多厉害多厉害 可是我看这么多的剧 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韩国戏剧的编剧其实也漏洞百出 很多剧你都觉得瞎到爆了 可是你继续买单 是因为它的商品包装的好 但你说剧本 台湾其实很强的 可是我觉得非常可惜 是刚刚制作人讲了 我们如果现在要作战 兵还没有走 粮草要先走 台湾现在没有粮草 我们被掐住了脖子 所以你说你给我 你只给我50万台币做一集戏 我能做什么 我就只好拼凑这些道具 跟剧本的内容 那你如果500万拍一出戏 那出来的规格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还是对台湾很有信心 是认为一向台湾是戏剧王国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中天中视频道 有播过的蓝陵王 它就是一个偶像剧的古装历史剧 去拍出来的 那也是首开两岸合作的例子 比方说内地这边他们会出资金跟技术 台湾这边会出演员 还有编剧各方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而且非常叫做 小孩子看年轻人也看 这就是一个模式 是因为我们有人 可是我们没有资金 那怎么办 那将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用合拍的方式 也是一个解套的方式 诚诚诚诚你小心啊 前面有棵树 诚诚诚我刚抓了一下好痛哦 诚诚我前面就喊过你哦 当心啊你还不听你在看什么 我前面在看我的朋友圈 看的太投入就忘了看路了 诚诚你就是典型的低头族 什么什么什么低头族 对啊低头族就是像你这样啊 无时无刻都低着头看手机 却忽略了周围世界的人 但是双双低头族很常见啊 不管是在马路上 在地铁里甚至排队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低头玩手机 来打发时间 厂厂你知道吗 其实长时间的低头 会给颈椎带来很大的危害耶 有一个女生 就因为长期低头看手机 结果导致颈椎肩盘突出 还要进行手术治疗耶 哦那么严重哦 我可不要做一只残鸡熊 嗯还有哦 在我们台湾 如果民众在开车的时候 使用手机或者电脑 就会被处以一千到三千元 新台币的罚款呢 而且啊 低头族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哦 同时还存在于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哦 我就发现 有的时候和朋友见面 大家坐在一起一声不吭 都在盯着手机看 相互直接的交流反而少了耶 嗯 双双你说的很对 嗯 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好好反省 改掉寸步不离手机的习惯 耶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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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